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尺寸是10.25厘米加1.75厘米加10.25厘米 高度是9.5厘米 中间的1.75的地方是和皮面的3.75的那部分对应的 多余的2厘米就会在缝合之后变成放钞票的立体空间 其余就是卡槽和正降位的板形 正降位的尺寸是9.5乘以10.25厘米 并有一个曲线的开口 这样方便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收拿一些票据 根据板形切割好材料 在切割圆角时 我们应当把它理解成一段一段小小的直线 逐一用直线切割来组成曲线 再配合砂纸打磨修饰 来得到一个线条顺畅的圆角 开始处理需要提前准备好备用的零部件 像卡槽、正降位的开口等等 在缝合后无法处理的地方 我们会用到比较薄的皮料 会不好削边 这个时候呢 可以用一个小技巧来做辅助 比如切割板垫在皮革下面 增加一些厚度 现在来组装卡槽和正降位 卡槽的制作技巧 就请参考上一节课的内容 这要注意 粘卡位最后一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里要做一个稍微的弧度出来 这样方便卡进去 因为这种皮料它的特性是比较硬的 要是你把它牵得很舍的时候 它卡就不进去的时候就不攻击 然后你会看到我捏好的皮卡位 它都是会有一点空间在里面的 方便人家放卡的时候进出比较容易 然后卡也不会封得很紧 然后后面我们就是把这一条线浮掉 现在我们开始 就是煮好正间味 也是要先涂胶水把它粘合上去 然后我在下正间味这块料的时候 我会把它每条边可能都会多留了一点点 然后再贴上去 然后现在把多余的切掉 内层组装完毕后 现在来贴合皮面背面的长条 这里看到我们会有准备了一条皮条 这个是把它贴在这个皮面的上方 起到一个稳固这个皮边的作用 稍微贴上去以后露出皮革背面 然后这一条需要把旁边削薄 这时我们应当用弯曲贴合的方法 利用桌面来使需要弯折的地方有一个自然的过渡 这样可以有效的使皮革的特性充分发挥 避免直线贴合在弯曲时产生皱纹 使作品更自然美观 最后就是根据板型上标注好的尺寸标记来整体组合全家 我们会把前面处理好的鱼面操位和外面的皮面重叠 然后可以飘上一个点 这一段是要它们粘贴在一起的 这里有一个台阶 会整个皮边看起来有缝隙 所以说我们要先把这一块削掉 削顺...削一个斜度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整体的斜面 打孔,缝线,做最后的皮边处理 这些基本技法都参考之前讲过的内容 现在粘合另外一边 同样的也是从这个点这边对齐 不是这样大概是逐渐的 目前笔切 感谢观看 这就是修整皮边 看看有什么地方边缘不整齐的 把它切整齐 修整完整之后 我们开始处理整个前家的边缘 这时候我们会用了220的沙纸 把整个皮边打磨一遍 让它平整 最主要的是这几个圆角的地方 打磨以后它会变得更加圆润 现在保证它的皮面是整齐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一削边 削边器没有削到的地方 我们用小整的削一削 然后再会用的沙纸 把这边缘打磨得更加清晰一点 用小singing 刀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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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样一个基本款式的短钱夹就制作完成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一次玩的南姐 我在手艺网